iPhone SE 第二代已經出了兩個星期 這部第二代有iPhone 8的機身 iPhone 11系列的核心 我試用了一個多星期 究竟能否回到頭呢 好多朋友都留下了對這部機的疑問 我們一齊逐一試清楚 iPhone SE 第二代 64GB起跳 賣3,399元 同場我們拿Samsung中階機王A71 8加128GB 賣3,598元 兩部手機相差199元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可能大家都發現到手機有少少不同 今次我們iPhone SE 第二代 用了Tri-Skin 立體 3D 滿版玻璃保護貼 一共有三層 最低層接觸手機的一面有保護膜 避免膠水流入聽筒及按鍵 除了擋入水 防油漬及指紋之外 加上透光度高 可以發揮到手機本應該有的解像度 而背貼方面不是預先剪裁 全部都是由專人度新訂造 切割和安裝 即是不單是iPhone 所有機型都可以用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面的link 預約時間 一開始 最直接的改變就是手感 我自己用iPhone 11 Pro 重188g 我們拿重179g的Samsung A71 拼在一起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這樣去看機身條件 SE就重148g 我好久都沒有拿起真正單手操作的手機 那種清爽利落的手感 的確令人好懷念 但出街塞落褲袋完全沒有感覺 不過另外一方面 既然用幾年前的機身設計 再加上正面的額頭和下巴 觀感上自然是沒有iPhone 11 Pro 那種收邊的流線型 和A71打孔的科技感 懷舊還是沒有新意就見仁見智 不過目前為止我自己都幾有好感 因為除了輕身之外 當然就是有Touch ID 在這個時勢當然就很方便 不過最重要是那種靈敏度 真的不是這個較為手機那麼容易做得到 值得一提的是 身為中價機 iPhone SE 2有IP67防水防塵 都相當之加分 之後要講的就是4.7吋Retina HD LCD 螢幕 當初試用的時候 很多人都問我大屏幕轉小屏幕會不會好不慣呢 相信都是很多人要考慮的問題 拿iPhone 11 Pro 比 大家相差不夠1吋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開App看的話 介面上的而且沒有那麼開闊 但如果你開YouTube看MV 其實差別真的好小 除非你經常看16比9的影片 我們再拿A71相比的話 其實大家相差2吋的話 分別就真的出來了 反而想說的是 會覺得SE2用落 覺得亮度不是好夠 我們將三部手機調到最光 在暗一點的地方就足夠應付有餘 轉到室內地方 上網看影片 錄一下Instagram 都會覺得SE2剛剛好 但都是比較偏暗 至於一出到室外 加上最近陽光比較猛烈 就明顯見到SE2不夠光 不過可以補充的是 Retina HD LCD比較吸電 會隨著不同的亮度出現偏色 顯色層次亦都沒有OLED那麼好 不過LCD螢幕 因為不會透過轉換Refresh Rate 去調整亮度 所以相對互硬一點 螢幕的壽味都會長一點 即是用得久都不怕有印出現 效能表現都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大家對中架機的規格 期望越來越高 A71配備了Qualcomm Snapdragon 730處理器 而SE2有iPhone 11系列的A13 爆瓦力晶 我們用Geekbench 5 和3DMark跑下分 同預期一樣 SE2的分數都是比A71高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以下的數據 實際打機又怎樣 我們試玩了Call of Duty 設定調到最高 試玩完之後 它們的分數的確反映在遊戲上 A71整體反映正常 沒有明顯的厲害 亦都沒有去到很順暢 有輕微的延遲 機身玩了兩場開始發熱 當我用SE2去玩的時候 明顯畫面效果和流暢度都提升了很多 操作亦都順手一點 整個測試過程都維持得到 之前SE2就被人拆開了 發現它只有1821mAh 機細電又小 不過就配了A13保安力晶 不知道又可否延長到它的電池續航力 我試用的那個星期 帶出街用足一天 亦都沒有故意去充電 在省著用的情況下 最後回到家剩下不夠10% 電量真的算是剛剛好夠用 當然比起有用的11 Pro 3046mAh的體驗都差很遠 不過SE2換了玻璃機身 支援到無線充電 都叫做挽回到這個小小的弱點 我還發現Apple官網有iPhone 7的電池殼賣 想有多些電但又不想尿袋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 但代價就是令到機身重了 以及都幾貴 另一個大家想我們試真點的就是它鏡頭的表現 始終今時今日手機都是多鏡頭組合 iPhone SE2正是配備了1200萬像素的單鏡頭 的而且確會令人疑惑它夠不夠用 應不應付得到 我們拿到iPhone 11 Pro跟大家試一下主鏡頭 成像出來都幾有驚喜 現場比較暗和構圖比較混亂 SE2除了偏暖色之外 成像質素和11 Pro都很接近 兩張放在一起都幾多朋友會撈亂 不過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都會看到少少差異 尤其是陽光照到的地方 11 Pro呈現到層次 立體感和細節都會做得比較好 我們再看多張 在猛陽光光源充足的情況下 兩者的成像會更接近 SE2形都是偏暖 今次放大後後面架船 石屎地面的質感 兩張照片的細節和銳利度都十分相似 另外Night Mode都是SE2沒有的東西 都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一環 究竟沒有Night Mode會處理成怎樣 一起看看和11 Pro的分別 兩者最明顯的分別就是 11 Pro的Night Mode動態範圍會大很多 前中後景都會出到 尤其是背景那麼黑的隔音棉都看得很清楚 放大去看的話 11 Pro整部相機都拍了出來 而SE2就只出到牌子名 可能因為HDR的關係 燈上的塵都抹走 我會說它的顯色和雜訊表現都很滿意 整體來說都不錯 至於前鏡頭都是官方賣點 SE2有700萬像素支援新一代的HDR 配合A13 Bionic Chip可以拍到淺景深的人像 當然都要和iPhone 11 Pro1200萬像素 還有A711200萬像素的前鏡頭比較一下 今次SE2主體偏紅潤 11 Pro偏黃 你見到頭髮和衣服的質感呈現出來都很相似 我們再看看人像效果 SE2的景深是很完整的框了我個人出來 而11 Pro就有層低的效果 而A71顯色偏白飽和度高 風格完全不一樣 加工感重很多 另外SE2和11 Pro都可以拍到4K 60fps 出來效果一樣按鍵 iPhone這個價位給到這個質素其實都幾驚喜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以下畫質 顯色和防震表現有多相似 看來這裡 如果你有很明確的需求要有大螢幕 多鏡頭組合 甚至是5G iPhone SE2就一定不適合你了 而它用了iPhone 8的module節省開發成本 不斷被人說它是散貨機 雖然它都真的是一部散貨機 但同一時間我試用完之後 都不可以否認它是用一個平價 比用家一個旗艦效能的保證 以及月級的拍攝表現 去吸引更多人去體驗Apple完整的Ecosystem 我自己就覺得它是成功地超出了大家對它們的預期 相信要吸引人回頭甚至轉匯都不是一件難事